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从领证到现在 结婚八年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家里什么时候分的钱 去年年初 上面就开始就是有信 到年底的钱分到时候 等于钱给的 弟弟没给你们 不是没给我们 是我妈说给我十万块钱 我呢 就想我弟弟刚毕业 现在已经找了一个女朋友 马上要面临那个结婚生子 他呢还没有房 我就擅自做主吧 也没跟他说 把这钱直接还给我妈了 就为这事 不想跟我过下去了 真的就为这十万块钱吗 我结婚七年了 他从来都不向着我 婆婆对你好吗 婆婆一直对我不好 刚交往的时候 第一次进他们家门 我为了表示一下 然后吃完饭 我给他们家刷碗 回来之后 他告诉我 他妈妈对我不太满意 说我嘴不甜 嫌我个儿矮 不会说话什么的 让我以后多哄哄他妈妈 所以说我刷完完 也不知道 把地扫了 把垃圾倒了 我感觉做得挺好的了 他们家怎么就那么多事呢 这个不是多事 那个我妈呢 就那样脾气不好 但是我妈的心底也很好 对那你就别瞎传话了呗 你就说我妈说你挺好的 不就得了吗 那我也不能骗她呀 所以说你嘴碎呀 我现在也不至于 心里那么难受了 行 反正要搁我们家闺女 回来要跟我说这些话 我就会闺女别嫁了吧 你去这家 没什么好日子过啊 您怎么就进了他们家门的呢 当时我看她就是个高嘛 然后很单纯的 我还没想那么多 稀里糊涂的 我就嫁给她了 嫁了之后怎么样 刚开始我怀孕了 然后在他们家办酒席 不是怀孕了办酒席 不就该嫁了就办嘛 这是我解释一下 当时我们老家有套旧房 新房呢还没有装修好 所以说呢我父母和她的父母 一商量好了 说你们先领证吧 我们就领证了 然后怀孕了 她爸妈就着急嘛 然后就赶紧给我们办酒席了 当时我怀孕办酒席 她爸妈其实有一个新房 还有一个老房 当时她爸妈同意分开住 可她非要跟她爸妈住在一起 等于婚后就没有分家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那为什么不搬出去住啊 又有条件 我们村里都是这样 人家结婚的那个年轻小夫妻 都跟父母住在一起 我不能定类啊 再说了我父母岁数也大了 那个 多大呀 62了 那会儿不是才50多吗 8年前 对 那个我妈心丧不好 当时那个怀孕了 我跟她妈本来就处不来 我怀孕还得收她妈气 婆婆都跟你什么气收啊 孩子生出来之后呢 她妈一看是个小子 就说我不用生了 就跟我是被赦免了一样 我感觉我在他们家 就是一个生育工具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想你住院的几天 我被请假陪在你身边吗 还有你坐月的时候 我妈怎么伺候你的 伺候了吗 反正她妈就挺不乐意的 搭了个脸 这是生个男孩 要生个女孩 指不定怎么给我甩脸子呢 然后我爸给我的三千块钱 说是给我做月子 当时去医院 他表弟给我们垫的钱 他没经过同意 就把这钱还给他表弟了 等于就好像是我们家 付的这三千块钱 生孩子一样 不是 这都嫁了人了 都生了孩子 还分你们家 我们家的呢 这个三千块钱 是我爸让我做月子 买补品的 生完孩子之后 我就跟我婆婆 住在一起 我这婆婆就是脾气不太好 我经常还骂 她还老一味地让我忍 那咱们是做小辈的 我妈心脏不好 咱们就忍一忍 又有什么呢 你老让我忍一忍 我心里忍得我多憋屈 到后来实在是不行了 那个她妈一见我 就搭着个脸蛋子 就好像我欠她的一样 然后走在大街上 她都不再跟我打招 我就跟没看见一样 就走过去了 你跟你婆婆的关系 现在是擦肩而过 视同路人 是这意思吧 对 她都不愿跟我打招呼 妆看不见 你是怎么做儿媳妇的呀 就是跟婆婆处理 把关系处成这样了 她刚开始 她就看了不上我 然后后来 我看实在不行了 我就想着 出来租房子住吧 出来了吗 出来了租房子住 然后我感觉 应该顺心点了吧 可是她又把她弟弟 叫过来 跟我们一块住 我弟弟啊 刚毕业 工作地方 离我们租房的地方很近 亲个儿俩 是吧 还能见外吗 我就让她过来了 当然 我也没跟她说 你没跟她说 我没跟她说 对 亲媳妇不用说 是这意思吧 那 等于人家就想 摆脱你们家 想过两天 清晨日子 你非要往里 搅和各种人进来 是这意思吗 她是那意思 你就是这么干的 是我是 跟小叔子关系怎么样 就是她弟弟特别懒 特别邋遢 而且还不愿意做家务 我做成饭了 让叫她吃饭 她也不吃 等饭凉了 我还得给她回锅热去 然后她歇班 老是一躺 就躺到两三点钟才起 就好像是躲了一个奶奶 又来一个爷爷 听明白了 等于一个人在家里 伺候仨爷 对吧 大爷是老公 二爷是小叔子 三爷是自己的儿子 就您一个人伺候 是这意思吧 人家可能还未必满意你吧 不满意 你看看 还干了什么事了 还有就是 有一回我家里有事嘛 我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几天 回来一看 那厨房里 锅儿瓢瓢 什么都没刷 他弟弟那屋里面 脏的臭袜子 烂鞋 还有换洗的衣服 堆床上都是 他也不知道收拾 然后地也不扫 垃圾也不到 就等于家里没个女人 哥俩把家弄分天了 是这意思吧 那我和我弟弟都上班忙嘛 他说你不上班 你回来之后有空 你就一件一件给他洗了 我不就行了吗 家里也没有洗衣机 我得一件一件洗 带孩子我还得做饭 我哪顾聊那么多呀 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懒不懒 懒 钱上面他跟他们家的关系 能扯得清楚吗 经济上 他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 还有一回 他弟弟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他也没跟我商量 把孩子那个上幼儿园的五百块钱 都给他弟弟了 学费是吗 对 孩子上幼儿园的学费 这怎么回事 您给解释解释 我弟弟那个交了一个女朋友 我当哥呢 是吧 怎么都是表示表示吧 是 表示没错 表示我这不管就给他了 儿子的幼儿园的费呢 学费呢 就是幼儿园 其实我觉得可上可不上 因为我就没有上幼儿园 但是我不也是考上大学了 您真考上过大学啊 是啊 我是大专学历 就是刚才不是大学 又改大专了啊 大专学 行吧 这日子过得有点一锅浆糊 是吧 等于看起来是独立成家了 其实完全没有独立成家 因为有各种的牵连在这儿 所以觉得日子过得比较累 是吧 姥姥那边能帮点忙什么的吗 姥姥离得远 那怎么打算呢 现在 到后来嘛 还有后来呢 对啊 到了孩子上小学的年纪了 然后孩子是随我顾好 然后就在姥姥那边上学了 他也换了工作 比以前更不着家 更不管孩子了 我从我老家出来 我换了好几份工作 那你说我上班 我不为谁啊 我不就为咱们这个家吗 他根本就接送孩子都不管 然后我还得自己接送孩子 然后天冷了 我买套羽红服 他还说我败家 那羽绒服不有吗 你还买新的干嘛 那羽绒服都穿了好几年了 洗的棉花都没有了 穿着跟没穿一样 风一吹就透 哎呦我的天哪 你就跟我舍不得 扣扫扫扫的 那十万块钱 你连考虑都不考虑 连商量都不商量 全都给你弟弟买房了 这八年嫁人之后 您工作了吗 我也是有时候打点零工什么的 也就是说一直没有工作 是吧 对 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是 好 那你们家这个八年来的 这个收入 或者叫生活 靠什么生活呢 基本上都是靠他赚的钱 我赚的零花钱嘛 这八年就这么混过来的日子 是吧 是 家里有存款吗 没有存款 所以十万块钱 对于你们家来说 是不是一个大数字 是 我当时感觉 应该生活负一点了 可是因为一分钱都不要 都给他帝里买房了 是你老婆嘛 是 那为什么不商量呢 我就怎么说呢 也是为我爸妈考虑 因为这钱是我爸妈的钱 当时一共给了父母多少钱 当时一共分了三十六万 父母是怎么分配的 父母说拿出二十万给我弟弟 拿出十万给我 然后呢 剩下那几万的话 因为前几年就是我们家的养殖 赔点钱 然后还给人家 这父母不是已经做出了分配了吗 是 那你干嘛又把那十万给弟弟了呢 因为我们俩已经成家了 他 就是反正我已经把媳妇骗到手了 那也不是那么说 反正心里是差不多那么想 凭什么呀 本来我们就分得少 我们没意见吧 我们也没跟父母闹吧 好不容易分了十万 等于八年了 就觉得这十万块钱 你想对这样一个收入家庭来说 意味着什么呀 希望啊 就让你就送人了 关键你送人之前 你商量你没商量吧 没有商量 你核实过了 这十万块钱 确实是他给他弟买房了 还是这小子拿出去干什么来 你核实过吗 应该都给他弟弟买房了 你核实过吗 那十万块钱 我也没见着到现在 对呀 核实过吗 这个确实是买房了 现在房子的 我弟弟房子都下来了 房子都下来了 一共首付就交了三十五万 哪来的三十五万呢 我们家不分了三十六万吗 我弟弟 公金跟那朋友跟那同事借了五万块钱 然后我这三十万加上一起三十五万 等于买 刚付个首付 那你弟弟钱是借的呀 还是你借给他还是你给他的呀 我就给他的 是弟弟提出来还是你主动的呀 没有 我主动我主动提出来 我一个当哥哥的 行 当哥哥的当哥哥的 行 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走 不想跟他过了呢 我感觉有他没他都一样 这么多年跟他过日子 就多了一个孩子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得到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自己找个工作 自己带孩子过 都比现在过得舒心 这就听明白了 人家的话 给你翻译一下 我一个女人 我自己带一个孩子 我可以独立地过 我过得好 我嫁给你 我也得伺候你 经济上没有什么依赖 精神上没有什么依靠 那我凭什么跟你过日子呢 我就是想让他 生活里面 其实有一类人是特别可气的 他似乎占领了 所有道德的制高点 其实那心里剥的算盘 剥的是什么 你都不清楚 让所有的人都开心 把身边的人弄得是 痛不欲生 你尊重过他吗 我觉得我们夫妻俩 是一条心 什么一条心 你跟人家一条心吗 我怎么不跟他一条心 你觉得他跟你一条心吗 我感觉他跟我不是一条心 得了 自始终 他就向着他们家里人 他不是向着谁 对 我考虑 他心里就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我要没有他的话 我怎么会选他呢 那谁知道呢 好骗呗 也不知道 不是 你弟弟为什么结婚要有房 你结婚就要没房呢 这点 矫情什么呢 这点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婆 他呢 他当时也没有什么要求 结果跟我结婚的时候 傻呀 不能说傻 单纯是 单纯 所以被你骗了吗 对对对 我跟你说 人可以欺负人 但是不能把人欺负成这样 每到家里有大事的时候 都瞒着媳妇自己做主 所有的好人都她做了 所有的苦都媳妇吃了 行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店 和谐关系这一块 我不去提了 因为婆婆没有到现场 很多事情说不清 我就说说你们两个这个事 这个36万里面 按照哥俩来平均分的话 一家也是18万呢 是 按照继承法来讲的话 这里头有9万是你媳妇的呀 继承法是这样 是吧 有9万是你媳妇的 她现在就要这个钱 不是 您听我解释啊 我不用你解释 你没拿我当自个儿家里人啊 因为有些媳妇嫁到婆家以后 有些是当自己人的 有些是当客人一样 尊重地互相 有距离但是彼此尊重 有些是当外人的 你们家这位呢 是干活的时候是当内人的 分钱的时候是当外人的 没拿她当自己人啊 这个钱里面没算她的 好 我就当没算她的 算你的了呀 你的这份钱就是咱俩的 你连说都不说一声 就给其他人了 如果说家庭条件富裕 我觉得也情有可原 但是我连买一百多块钱的羽绒服 还不到一百块钱吧 不到一百块钱 几十块钱的羽绒服 都让你拿出来念 我好几年了买一件几十块钱的羽绒服 都不行 十万块钱你说拿给你弟弟买房子 就拿给你弟弟买房子了 这是当嫂子的矫情哦 这是当大哥的不懂事 而且我今天听您的表达 我觉得您挺侃侃而谈的呀 大学毕业对吧 表达挺好的呀 为什么到媳妇那儿就 我分钱的时候没跟他说 我叫弟弟到家里住的时候 我没跟他说 我觉得这些事都不是太重要的吧 那什么是重要的 但对于他来说这就是重要的 一个女人嫁到你们家了 我想给自己一个清静一点的空间 生活 对我来说不重要吗 重要 您太太在家里面 这个排名啊 我觉得您把妈妈爸爸放在前面 我可以接受 因为养育之恩大过天嘛 然后是您弟弟 再然后是您自己 然后才是他们娘俩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弟弟要去谈恋爱 所以我的儿子 可以不去上幼儿园这件事情 如果我的小叔子 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比如说到我们家以后 真的拿自己当个客人一样 该扫的地扫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我也可以拿出我的宽容和大度 但是并没有 那个租来的空间是你的家 也是你弟弟的家 不是他的家 我们并不反对人 为自己的原生家庭 长辈尽孝 兄弟尽疑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爱 分给自己的太太和孩子 所以如果您不做出调整 您的家庭不做出调整 就像大姐说的 那他自己过也挺好的呀 你不怕吗 他今天到现场 他就说我不跟你过了 你不是有本事 弟弟结婚得买房吗 我也要 不然我就跟你离 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哥 我求他呗 你求他 你那过去八年 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听您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 我好像太自己为事了 是自私 就考虑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的事 根本就不为您的妻子太太着想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就你们俩这个年龄啊 从劳动力上来讲 女士出去赚钱更具优势 她在家里一样的工作啊 给你们洗衣服 做饭 打扫卫生 对吧 出去做家政 人家雇主给钱的 而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好找工作 明白吧 明白 所以自个儿好好想想 一会儿赶紧道歉 哄一哄吧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说把他娶回家 你哪是娶他回家呀 你把他带回家当一个附属品 所以你觉得什么什么事都不用 跟他商量嘛 因为我忘了 我觉得不是什么重要事 在你的眼里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 跟你平等的人嘛 他是你家庭的一个附属品 一台机器 就是给你生孩子嘛 否则你怎么可能 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呀 你们村里面每一个人家人都这样吗 你村里面每一个人的媳妇都穿不上圆服吗 你呀 我跟你说两句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一直欺负你 你要忍到今天到这个台上来 还要在这听他说 你知道吗 他就无认输 老觉得我可以坚持 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变化 错了你知道吗 毫无改变的坚持就要养成习惯 他现在就养成欺负你的习惯了 所以你再怎么坚持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所以你想要有变化就得你自己做出变化 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去产生一些变化 还是让他继续这么欺负你 自己想清楚就这样 你真的能把在座的人都气死 我都不说咱懂 谢谢 Burdi 是 是 对 啦 室 这 本当 都还樹 冷 这 真的很 没 没有 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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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在自己弟弟面前很仗义 那也是错的 他也不仗义 他给弟弟的那些钱 没有一分是自己挣的 他要么就是儿子 读幼儿园的钱 要么就是父母的钱 又不是他挣的 他好歹如果能多挣点钱 拿自己的储蓄 不经过老婆商量 支持自己的弟弟 好歹还说得过去嘛 他既不是愚孝也不是仗义 他就是一虚伪嘛 我说一句话 你偏不爱听 你的弟弟一个大学生 毕了业之后 还躺在自己哥哥和嫂子租住的房子里 傲吃懒做 衣服不洗 碗不洗 天天两三点钟 你说他自觉吗 他是一个有素养有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吗 你不觉得一个女人跟你说 你不觉得某个女人 不用了 你不觉得我可以一定会 是一个女人uri的小医生 我会说 那我hole话 找到这个家长 我找到这个家长 咱咱们 你得到这个家长 你觉得我们暖心 没想到这 walo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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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愿意把户口牵过来 我可以跟你携 我也可以给你的天井住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们俩未来来个机会 还有啊 你不说你要羽绒服吗 你觉得我会给你买吗 会 我绝对会给你买 在现场我现在就跟大家保证 那回去之后 我肯定给你买一个长款的 暖暖的羽绒服 哎呀 我的天哪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哎呀 好 那好好想想吧 就 就这你还好好想想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 你觉得我会给你买一件羽绒服吗 我会 我要给你买一件长款的 暖暖的羽绒服 它就一米五 那长款也不会跪到哪儿 哎呦 我的天哪 就这还要考虑啊 行了 你们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来 来 请关门 来 请开门 我猜到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呢 刚才老师们也说了 我觉得 自己很混蛋 不过呢 我还是不会放手的 行了 你就对人好一点 谢谢 尽自己的责任吧 谢谢啊 请回 好了 咱们说了太多的气话 该解的情绪都解了 但是在我们的身边 就有这么一个家庭 在我们的身边还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就呼吁嘛 大家都觉醒嘛 正确地对待婚姻 关转人 我最后的发言 是给你带走的 我们的身边